不过其实重点就是当然我们产生的几个变数 B的名称你可以自己取 你不见得一定要取A跟B 你可以用其他名称 不过习惯上你只要不要是VBA里面的保留字都可以 我们用A跟B 另外的话会多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后面还会再详细的叙述 这个部分的话是一重逻辑 如果当这个逻辑发生的时候 它才会进到底下这一行 反之就跳离 那当然你写完程式之后 假如说有一些细节 你一下子记不太起来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每一行的上方 可以再加上注解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上注解的话 有时候你看那个程式 有时候突然在每一行的上方加上注解 那当然这边我有在云端上面 有一段是写好的 我把这个拿来当参考 假设说如果你要加上注解的话 你可以在每一行的上方 只要是单引号开头的 单引号开头的后面就是注解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后面东西不会被执行 给它你不能说你没有加单引号 如果没有加单引号 它就看不懂 会出现红色的错误 那如果说你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 记得就是加个单引号 这样就OK了 那这一行就不执行 所以上面的这个叙述 我想写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至于要写什么 反正你将来回头 假设你可能会忘记的部分 你就可以自己再稍微再记录一下 因为有些重点 不见得一定要跟我打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我们Sub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做那个Function 那Function的话呢 前面如果说今天呢 不是要按按钮 像现在是按按钮 它才会有效果 可是如果我不要 我要什么 插入函数 那我希望这边可以有一个什么 使用者定义 目前是没有了 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产生那个Function 除非说呢 你在这边 已经有插入一个那个Function 所以特别注意 接下来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叫什么 刮无自串函数好了 假设我这边可以 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然后呢 名称的话 也许叫做刮无自串 名称不能跟前面一样 所以我加一个函数好了 OK 刮无自串函数 那再来的话呢 形态一定要用Function按确定 OK 那我前面讲过就是说 刚刚前一题的部分 也稍微叙述一下 那那个Function呢 跟Sub最大不一样 是Sub是按下去 全部执行 自己去抓自己要的资料 那Function的话呢 是会跟你要资料 所以第一个 他会可能 当我们执行这个Function的时候 那可能要请使用者先提供一个什么 提供那个 就是某个出称格的资料 所以刮虎里面的话呢 也许我们先 也许叫什么 参赛者资料吧 也是这个栏位名称 把它贴到这个刮虎里面 OK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跳出一个什么呢 那个请提供给我参赛的资料 那也许他就选了其中一个了 当然选A2的话 里面没有刮虎 也许我们打算选A3好了 那A3过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公式 其实都会跟前面这边满得一同的 所以其实我可以拿上面这边 先拿来修改比较快 特别是要 我拿上面哪个范围 特别是要FOR回圈里面的东西 如果我要拿这个来改的话 我直接复制一下 那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的话 因为哪些 把它再倒车一下 因为现在它有TAB 我们按SHIP加TAB 让它叫凸排 缩排就按TAB 然后把它往那个左边的话 按SHIP加TAB 第一个的话 这个A等于什么A3 那前面的话是自己去抓A栏的资料 来找找看有没有 前刮户 现在的话呢 是使用者会给你一个 所以特别是这边的话 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Sales的A栏 把Sales的A栏部分的话 改成什么 改成参赛者资料 这边一样 A栏就把它改成参赛者资料 那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你只要看到Sales 刮户里面A 把它改成参赛者资料 那SalesB的话呢 最后就是丢回给自己 所以记得哦 这个Function的名称叫 关乎资料函数 所以你就把它复制一下 SalesB的话 就是将来当然如果 Sub是直接丢到B栏 可是呢 如果Function的话 它是要一个资料 最后丢给谁呢 丢给自己 所以特别是哦 这个地方呢 请你把它改成自己 贴上 OK 那理论上 这样就已经写好了 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是把上面 Found回圈里面 Foundness里面的东西贴过来 把那个A栏的部分改成参赛者资料 B栏的部分呢 改成这个Function自己本身的名称 那基本上应该就写好了 不过我们来试一下看 好不好OK 来 这边哦 插入函数一下 执行特别注意哦 因为它这个Function 所以你要从插入函数里面执行 那不是按上面那个Play键 因为之前有同学蛮常问到那个问题 说老师怎么执行会跳那个画面 就是不是从那边执行的 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函数 第二个呢 它会跳出参赛者资料 就给一个资料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基本上 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对了 但是有个地方不太OK 你会发现其他好像都对 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只要是没有刮胡的 它就变零 那有刮胡它当然是正确的 那主要原因是在这里啦 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程式 这个Function本身 假如说呢 它基本上 这个地方是会返还资料给它 但是呢 其他地方是没有刮胡 所以基本上是卡在这里 一幅的逻辑判断 如果它不等于零 就是有刮胡 就切割 但是有 就是没有刮胡的部分的话 它就变跳过去 跳过去之后的话 变成这个Function本身预设值 对不对 因为这个Function本身的预设值 其实就是等于零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给它任何东西 它就是等于零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说它今天没有刮胡 那我应该给它一个空字串才对 而不是给它零 所以这边可能要多写一个东西 逻辑部分 如果它不等于零 那就做下面的事情 那反之 所以接下来的话 这边可能要写一个反之 反之怎么写 这边可能要 if的下方多一个else 所以特别之后 这边可能在 if的下方这边多一个else 反之 反之做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它没有刮胡 那我还是要丢一个东西给它 刮胡字串里面的话 就丢一个空的给它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特别之后就补这两个东西 反之给没有东西 那你改完之后 一样回到这边 其实什么事都不用做 你只要打个勾 它好像会重新帮你重整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制定函数部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重点 我刚刚是插入这个方选之后 直接拿中间这个区块的东西来改 那A的部分呢 改成使用者的参赛资料 B的话呢 就是直接丢这个方选丢给方选 那只是说呢 那个逻辑里面少一个 所以我就补一个else 如果当它找不到 就是没有刮胡的话 那我就给一个空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会有试试 那么这段了 这段了 比营 不得 是 study 试试